大姐 给我们这欢迎词 各位朋友们 亲人们 大家好 晚上好 很高兴呢 能参加今天的聚会 为我多年的老朋友赵燕 成功竞选这个庆功会 我跟赵燕说实在的 已经相濡以沫地一同工作了二十多年 等一下 加油 加油 鼓个劲 赵燕呢 跟在座的很多朋友一样 有类似的从中国到美国 从一乡人到美国上学 工作 做辛苦打拼的背景 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提醒我们可以跨越中美文化的鸿沟 升华自己 最终变成可以联系中美民众的桥梁 我们今天为赵燕的成功兴奋不已 他当之无愧 是我们新移民的榜样 他教给了我们三种精神 第一是坚韧不拔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的精神 赵燕三次竞选公职 前两次因为各种原因都失败了 但是他没有放弃 没有抱怨 而是迈步从头愿 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二 脚踏实地 服务民众 服务社区的奉献精神 翻开赵燕的履历 他常年奉献自己的时间 经验 金钱 做义工教练培训学生 培训孩子 在学校家长委员会中 积极发声 热心地参与 城市的政治 商业版图的建设 常年如一日 三 遵循政治规则 成为改变的力量 我们生活的事 我们生活的世界 远非完美 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 有一些甚至是顾忌 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都会有逃避的情绪 而赵燕不是 他选择了 勇敢地面对 通过投身政治 加入系统 成为提出改变 促成改变的力量 拉拉扎扎扎的 说了很多啊 希望我们之中 今后能出现更多的赵燕 活跃在城市 州政府 甚至白宫 也祝福赵燕 前程四季 为联通中美 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谢谢大家 大姐说的好不好 我们再给她一掌声 好不好